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坐在家中欣赏完本期的节目 假如是往常 我会向您道个谢 多谢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会说 希望下一次节目再会 但是这一期欧华传真 将会是最后一期了 我大概应该说 非常感谢这些年来 每位观众对这个栏目的大力支持 从我们的频道 在十年前开播不久 就有了欧华传真这个栏目 它报道了多少 为欧洲各国华人所关心的信息 恐怕谁也说不清了 比利时的侨团幻界 法国的华人团体 敦促政府重视种族歧视问题 英国的中文学校 简凡汉字教学的争论 荷兰的华人运动会 德国华人妇女敬老活动 为白血病的儿童 寻找骨髓捐赠者 报道欧洲侨团 为希望工程捐款 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的信息 总之 所有欧洲华人关心的事 都是我们节目的内容 这些节目 有使大家满意的 也有办的不理想的 观众把这个栏目看成了是自己的节目 给我们提了无数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所有这些都变成了我们凤凰卫视 欧洲台的财富 利用这些财富 我们将会把今后的其他栏目 制作得更好 在这里请让我代表 欧华传真的全体制作人员 对历年来关心过这个栏目的所有观众 深深地说声 谢谢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其他节目 好了 接下来请欣赏本期的欧华传真 在这一期当中 我们将会为您介绍的是一位华人音乐家 他非常年轻 但是用自己出色的小提琴演奏技巧 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舞台上为观众演出 他的老师是著名的指挥家 小提琴演奏大师 梅扭音 生前他一直在语 它是一颗出自中国的艺术宝珠 小提琴演奏 1811年创立的皇家音乐学院 是英国最古老的音乐学院 弦乐系是最大的系 它包括有37名教授和250名学生 弦乐系小提琴班的几位同学 近年来分别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比赛中 获得了多个独奏奖项的大奖 这是学院从来没有过的 不但给学院带来了殊荣 也让历来只有在整体演奏上 称得上出色的英国弦乐界 倍感增色 胡坤是负责这个班授课的教授 胡坤是学院里最年轻的教授 皇家音乐学院院长布莱斯介绍说 胡坤倒着任教是由想与世界乐坛的指挥家 小提琴家梅女音推荐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似乎与别的教师比较起来 显得有些特别 我 first met胡坤 when he was teaching children at the Yehudi Minyuin School which is near London of course Yehudi Minyuin was the founder of the school and was a great friend of mine and also a great friend of胡坤 and I remember having lunch with Yehudi Minyuin who was one of my heroes and I was greatly honored to meet him and I asked him who did he think I should get to come teach violin 胡坤班上有12名学生 除了一位同学是英国人外 其他分别来自俄罗斯 荷兰 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等其他国家 韩国 一场 他就是一位大富士的大富士 他就是一位大富士今天 他就是一位大富士今天 但我认为何很重要的 他就是一位大富士 我常常说 他有很多大富士大富士 他有很多大富士 而你会看到两人一位同一位 是一个很 rare的一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特科斯基出身在俄罗斯的一个音乐世家 俄罗斯历来出现过许多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 那里的音乐学员以培养基本功扎实 演奏技巧高超的学生而闻名 胡昆认为尽管这样 今天依然有两名天分非常高 相当有才华的俄罗斯学生从事与他 是因为他的教学模式与众不同 其中既包括了中国 俄罗斯 西欧等不同传统教学特点 他也运用了自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独奏经验 去启发同学 胡昆认为尽管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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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ers弱其他全非常的有点 胡昆认为尽管理学生 有人因为终于商榮脚 把它们超定决定 为尽管理学生 很黑愛 It's quite still 很好, in the morning 好 好�ان 这一点东西是怎么可能画的 然后我认为Vibrato不要太大 它是小一点 甚至快一点 但是小一点 所以我们给予这种非常冰淡的角色 胡坤1983年被文化部 作为美纽音奖学金公派生 被送到了瑞士的美纽音音乐学院深造 之前的1980年 他因为在芬兰西北流斯国际小提琴比赛上 获得了第五名 使他成了国际小提琴比赛中 第一位获奖的来自大陆的中国人 胡坤的父母是四川音乐学院的老师 他们在胡坤刚懂事的年龄 就让他开始学习拉小提琴 琴奋 父母的金星栽培 加上他天赋 使胡坤不到十岁 就在四川小有名气了 让的红卫军见到了毛主席 当时我记得从十六岁起吧 七岁起就已经在小学里边为小学代表小学出席演出 在成都的什么红小兵会演上获奖 甚至现在就是说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我听说我那个奖状 当时得的奖状还有照片 都在这个墙上挂着 当时小学叫太平横街小学 就在我们四川音乐学院的隔壁 所以我童年的一些记忆非常美好